藏宝人带着价值两亿的龙袍前来建宝 却被专家鉴定为赢品只值一千块 并且要求藏宝人当场上交节目组 免得以后再流落市场危害他人 藏宝人在听到这样的说辞后 愤怒地开对专家你知道我的祖上是何人吗 在听到藏宝人的陈述后 专家纷纷打脸 称自己看走了眼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妈带着祖上传下来的家传宝龙文战袍请专家鉴定 一上场王刚就感觉到龙袍和乾隆当年身穿的阅兵战袍非常相似 大妈也是直接说和大人真是好眼光 但这不是乾隆身穿的那一件 而是当年皇宫的工匠们制作的相类似的一件 在听到这样的故事后 专家也都想赶紧看看龙袍 随后在他们粗略地看了几眼后 说这是一件艳品不是清朝时期的 属于民国时期民间出来的服饰 因为它料子的材质和做工根本不像皇宫出来的东西 专家一番说辞后让在场的观众都提大妈感到惋惜 看着眼前的龙袍和乾隆身上穿的也很像了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此时大妈依然十分的淡定 并没有急着和他们理论 因为她知道也有专家看走眼的时候 自己祖上从